我其實16歲就開始念經濟大學 16歲的時候因為比較高高手手的 所以很多模特兒公司會邀請我去加入他們 但我一直覺得他們是騙人 你要我的錢 因為去上課要付錢 沒想到有一家就說你不用付錢 你就是加入我們就好 然後那時候因為很會頭背 完全不會化妝 不會打扮 我媽媽說勳勳 這樣子可以跟模特兒一樣 作秀就很漂亮 就很有自信這樣子 不到一個禮拜就去了韓國拍廣告 每一次出國工作的時候 都當成最後一次 因為那時候又是邊念書 邊念經濟 然後邊當有點算打工 雖然沒有賺到很多 我沒辦法完全養自己 但我可能跨年聖誕節可以賣小禮物給家人 我很喜歡這個感覺 那時候我快20歲 台灣那時候也是其中一個專門來單獨拍一個廣告的地方 因為我也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可能會離開烏克蘭 或者會去國外住 後來是因為第二次來台灣的時候拍了一部戲 而這句俄文 拍戲的過程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一開始一點中文都不會 我們拍了快三個月 就那三個月我就慢慢開始說中文 那那時候也是因為開始念經濟碩士 想說如果經濟碩士多加中文這個語言 在烏克蘭真的沒什麼人會中文很少 所以可能未來工作機會更多 本來是這個想法 就是想多多留在台灣學習中文 然後也多拍個廣告這樣子 而且其實我想說這些都只是理由那時候 其實是真的因為很喜歡台灣 所以一直會找一個理由留下來 是中文或者什麼的 我跟台灣的關係是 當你愛上一個人 他不是百分之一百完美 他有很多決定有很多好點 但你就沒有辦法沒有他 如果我知道我家人沒辦法來 雖然我非常愛台灣 我心裡是台灣人 但我可能會不敢離家人太遠了 很謝謝我爸媽 他們那時候也一直很鼓勵 然後他們自己跟我說 我們快退休了 然後我們也其實住哪裡都可以 只要家人在一起就很快樂 父母我來 我弟弟也四年前就來了 他一開始來台灣 也是跟我一樣的原因 一開始就是在 他在政大學中文 後來他學了不到一年就去了一個 investment的公司上班 然後他也蠻喜歡在台灣 他也準備要結婚了 就剛好那時候交了台灣女朋友 所以他也是長期在頭 所以父母看這個狀態 兩個孩子兩個都這麼熱愛台灣 他們就是也很謝謝他們